卓霄亭外悲歌发 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 鸟字无言花字修 愿奴乐上生双意 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秋 若未锦囊收艳鼓 一陪净土眼风流 指本节来还绝去 强于乌浊献沟渠 而今死去农收藏 未谱农生何日上 农今藏花人孝吃 他年藏农知是谁 试看春蚕花见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那结果这个香芸跟黛玉来的之后 他们到了院中 渐静悄悄的 就去找习人 那林黛玉却来到贾宝玉的窗外 往纱窗里面一看 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 随便的睡着在床上 而宝钗呢坐在身边做针线 旁边放着银肘子 就是那个浮沉 帮他改苍蝇的东西 那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况 连忙把身子一长 手捂着嘴 不敢笑出来 交手叫香芸过来看 那香芸一见 他这般光景 只当有什么新闻 忙也来一看 那他第一个反应 也是想要笑 他突然想要说宝钗 平常对他还蛮好的 于是他就赶忙掩住口 那大家想他们为什么会笑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那幅图画 男主人睡在床上 女主人在旁边刺绣 看起来就像一对夫妻 梦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来就是 我会帮大家结论说 红楼梦的主旨跟这个 现在主流脑科学的一个 世界观之间的一个雷同 好 那首先是这个 梦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或是睡眠的一个阶段 因为睡眠跟梦的关系 那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图上 可以看到不同的波形 这是透过 黏着在大脑上 黏着在头壳上的这个电极 来记录大脑活动 那你可以看到说 清醒状态会是一种波形 然后当你进入睡眠 浅睡的一二阶段 或是比较深睡的三四阶段的时候呢 波形都会不同 不懂的空间 来吧 所以这个阶段 离开了 到这一段时间 这种情报 被想置烈了 我那一桶沙 你觉得是芬 我那一桶沙 你觉得是不良好的